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说起ID呢,我们一般都会想到网络社交账号 可是当ID和性命息息相关时 不知道作为爱上网的朋友们是不是忍不住瑟瑟发抖了呢?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部和ID相关的悬疑电影《致命ID》 一个下雨的夜晚,一间汽车旅馆住进了十个人 他们分别是一对夫妻和一个自闭的小男孩 一个过气女明星和送她的司机 一个做皮肉生意的红衣女郎,一对小情侣 以及一个警察和她押送的犯人 算上旅店经理一共十一人 一行人洗洗便准备睡了 但是很快司机就被一阵惨叫惊醒 第一个被害人产生了 我们的司机大哥早年当过警察 很快判断出不对劲 司机跟着掉落在房间外的手势 一路走到了一间洗衣房 在洗衣机里发现了女明星残缺的尸体 不一会儿经理和警察也找了过来 警察在现场找到了十号房间的钥匙 十号房就是警察住的那间 几人察觉不对劲 赶紧跑到十号房 发现囚犯已经逃跑了 一时间所有矛头都指向囚犯 几人将消息告诉了所有旅客 旅客知道后都炸开了锅 方圆十里只有这一个避雨的地方 他们猜测囚犯没有走远 为了让旅客们安心 司机和警察冒雨寻找囚犯 就在这个时候 小行旅开始闹起了别扭 女的太害怕要离开旅店 男的怎么劝也劝不住 两人隔着厕所门板吵了起来 吵着吵着 男的没了声 女的察觉不对劲 打开门查看 一只手猛地探了过来 女的急忙把门锁上 跳窗逃跑 幸好遇见了司机和红衣女 才没有被害 但她的男友就没这么幸运了 他们在第二个受害者手上 发现了九号房的钥匙 另一边囚犯也被警察成功找到 警察让经理帮忙看守犯人 正准备研究钥匙号的规律 却发现经理跑了出来 等他们回去查看 发现囚犯已经遇害 还找到了一把八号房间的钥匙 这下唯一的嫌疑犯也被排除了 这时司机和警察 在经理的保险箱里 发现了女明星的钱包 所有矛头都开始指向了 看守囚犯的旅店经理 这时他们发现了旅馆里的一具冰石 原来真正的旅馆经理已经遇害 假经理慌忙想开车逃走 在逃跑的过程中 差点撞到小男孩 男孩的继父为了救他 被撞成了肉饼 但假经理也被成功捉住 可是假经理失口否认 自己杀害了那些人 他只是进来躲雨 那会儿真正的经理已经死了 自己为了钱才鬼迷心窍 不一会儿男孩的妈妈也死了 他们在地上又捡到了一个 六号房的钥匙 而刚刚被撞死的 男孩爸爸手上 有一枚七号钥匙 钥匙号正好成倒序排列 看样子凶手并不是假经理 司机和警察安排 小情侣中的女孩 带着小男孩开车离开 没想到两人刚上车 就传来了爆炸声 几人急忙去查看 却发现车上是空的 更奇怪的是 等他们回来 发现其他人的尸体都不见了 而现在只剩下了 红衣女 司机 警察和假经理四人 红衣女开始崩溃 蹊跷的是 他们突然发现 几人的生日都是在5月15 遇害的几人 也全部是这天出生的 司机盯着那些证件照 突然听见一个声音 在对自己说话 一瞬间他去到了另一个场景 一群律师模样的人 围着他审问 其中一个人 拿了一张照片给他看 这个人就是 因在童年受到了重大打击 导致多重人格的凶杀犯 麦肯 而司机就是麦肯的人格之一 原来麦肯 即将因为杀人被处决 但是 在他的多重人格里 只有一个人格 是大恶魔 律师们觉得他还有救 律师们为了治疗他 将他的所有人格全部逼出 所以在汽车旅店的 每一个人物 都是麦肯的一个人格 没死掉一个人 麦肯就会少掉一个人格 他们的目的就是 找到麦肯的恶魔人格 并消灭他 最后为麦肯留下一个好的人格 而司机就是他们挑选的 可以为麦肯干掉恶魔人格的人 就这样 司机的意识 带着艰巨的任务回到旅馆 与此同时 红衣女发现了警察的真实身份 原来警察是囚犯假扮的 他想悄悄告诉司机 可是被假警察察察觉 并打死了准备和红衣女 一起逃离的假经理 正当他准备对红衣女动手时 司机回来了 司机和假警察对决 用枪打中了对方 最后只剩下了红衣女一个人 红衣女开车离开了旅店 住在了一片橘子圆旁 看样子 这是麦肯现在唯一剩下的人格 律师们据理力争 麦肯现在的心灵是善良的 犯错的只是她的肉体 最后麦肯被判 住进了精神疗养院 延缓执行死刑 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麦肯剩下的 不止红衣女这一个人格 红衣女在橘子树下 挖到最后一个钥匙牌 抬头一看 真正的凶手出现了 正是那个从始至终 都没被人注意过的小男孩 男孩杀掉了红衣女 而麦肯的身体里 只剩下最后一个恶魔的人格 所以恶魔究竟是什么样的 或许恶魔和天使 拥有同样的面孔 你无法找到他 也无法防备他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